大家好,我是楊千禧 今天給大家帶了一本故事書 叫《晚安戴希》 小怪獸們出現的那天晚上 戴希翻來覆去,怎麼樣也睡不著 因為房間裡實在是太奇怪了 新床也突然變得很大 她睜大眼睛盯著天花板 竖著耳朵,聽街上傳來的聲音 她完全沒有發現 怪獸小微、小福、小男 已經悄悄地流進了她的房間 他們正在她的床底下 調皮搗蛋地撒著寶貝呢 有貝殼和鈕扣啦 羽毛和珍珠啦 豆子和花朵啦 當然 還有金子和銀子 戴希突然聽見一聲巨大的咆哮 這是什麼聲音呢 噗通 噗通 她的心跳得很厲害 是街上急駛而過的卡車嗎 不 這聲音聽上去 像是在講一個故事 這枚戒指 原本屬於一位國王 怪獸小男 低聲地厚道 以前 我負責看守國王的寶藏 一天夜裡 兩個盜賊遛了進來 一開始 他們並沒有看見我 我突然跳了出來 大吼大叫 噴出熊熊的烈火 兩出鋒利的爪子 稻賊們尖叫著 沒命地逃走了 國王高興急了 把他的戒指 送給了我 我的故事 講完了 戴希好奇急了 這枚戒指 是金的 還是銀的呢 或者 又是鑲滿了寶石的 他想著想著 就進入了夢想 第二天晚上 戴希躺在心床上 他又聽見了一聲奇怪的聲音 咳咳 咳 這是什麼聲音 噗通 噗通 戴希的心 跳得非常厲害 是樹枝滑過了玻璃窗嗎 噗 這聲音聽上去 像是在想一個故事 這根羽毛 屬於一隻美麗的鳥兒 怪獸小微輕輕地說 我年輕的時候 出海旅行 我遇見了一隻美麗的鳥兒 它餓壞了 我為先鮮餅乾蟹給它吃 後來 暴風雨來了 船被打翻了 船上的水手們都逃走了 我被衝到一個小島上 那裡 住著各種危險的動物 它們盯著我 直流口水 正在這時 我的朋友 美麗的鳥兒 從天而降 它救了我 並且 把這片羽毛送給我留作紀念 這 就是我的故事 奈希閉上了眼睛 她夢見自己 和美麗的鳥兒一起 在天空中飛翔 第三天晚上 奇怪的聲音 再次響起了 聽上去 美妙極了 叮嚀 叮嚀 這是什麼聲音 噗通 噗通 奈希的心 跳得非常厲害 是誰在吹曲子嗎 不是 這聲音聽上去 像是在想一個故事 這顆鈕扣 層縫在一位公主的衣服上 怪獸小腹的聲音非常動聽 當公主還是小寶寶的時候 我每晚都常搖亂曲哄她入睡 有一天 我們在玩捉迷藏的遊戲 公主 她突然不見了 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我都沒有找到她 我以為 她再也不會回來了 有一天夜裡 我在森林裡看見了一個女孩 她在和狼群玩耍 她和公主長得像齊了 我唱起了公主最愛聽的歌 她認出了我 我迷路了 公主說 幸好你找到了我 作為感謝 公主把這顆鈕扣送給了我 戴希 早就閉上了雙眼 小胡動聽的聲音就像支援曲 把她帶起來了蒙香裡 第四天的晚上 戴希 她在床上東長希望 她想知道 今天的故事 會從什麼時候開始 可是 周圍一點動靜都沒有 我想聽故事 戴希叫道 莎莎 這是什麼聲音 不痛 不痛 戴希的戲 跳得很厲害 這不是誰在吹曲子 也不是熟知滑過玻璃窗 更不是街上急驰而過的卡車 下一步 我們該怎麼辦 就是 一個跑上的聲音說 戴希嚇得跳了起來 又一聲 這個聲音 是從哪兒傳來的 戴希鼓起勇氣 打開台燈 慢慢的 非常慢的 朝上底下看了一眼 天哪 小怪獸們 戴希張元的嘴巴想尖叫 不過 她忍住了 因為怪獸們 真的好笑好笑 別害怕 其中一個小傢伙看了我說話 我們是來給你講故事的 我的名字叫小薇 我是小福 另外一個小傢伙的聲音 非常非常輕 我是小男 最後一個傢伙 低聲地吼著 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 你看見了我們 我保證 戴希說 不過 你們能不能再給我講一個故事呢 小福想想說 我覺得 你可以給自己講一個故事 說著 她就拿出一個小喊羅 我自己講故事嗎 戴希就不明白了 這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海螺嘛 戴希心裡想著我 不過 當她把海螺放在耳邊 她聽到了大海的聲音 戴希想了很久很久 然後 她慢慢地開始講故事了 這個海螺 原本屬於一條美人魚 那美人魚在哪裡呢 小怪這麼問道 她生活在大海裡 海螺 是她的髮甲 我發現她的時候 她被漁網給困住了 正在哭泣 我跳到一塊石頭上 還差點摔倒了 不過 我還是抓住了她的手 把她給救了出來 為了感謝我 美人魚 她把海螺送給了我 戴希微笑著 緊緊地握住了海螺 她閉上雙眼 幻想 自己也是一條美人魚 晚安戴希 小怪獸們 輕輕地說 你的床很舒服 房間也很溫馨 現在 你可以自己講故事了 說完 小怪獸們 悄悄地離開了房間 開門 小怪獸 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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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